说起马苏,很多人想到他第一反应,就是李小鹿出轨的事情了。 说起来,这事马苏办的确实不地道,不管网友骂他,和贾买量十几年的朋友,居然能帮着李小鹿出轨搭线,还一直帮着欺骗贾买量。 很多网友认为,犯错误的人并不是最可怕的,可最怕的是那些包庇犯错的人,马苏就是这样的一个包庇者。 在李小鹿出轨事件事发的时候,马苏还站出来做虚伟的澄清,没想到搬出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 很多网友看到马苏这个智商,都表示,有点忽忍心亏他了。 但是看到马苏不知悔改,还一直抵押的样子,很多网友开始深巴马苏的黑料。 黄义清和主委也是不甘示弱,再加上王思聪和富二代前半的爆料,更是证明了马苏的私生活非常混乱。 还有人证实马苏有一个爱好,就是喜欢黑人,经常和黑人一起玩乐。 这样,接二连三的爆料,也是让马苏彻底是去了路人员。 其实马,苏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演技不错,拍摄过不少电视剧。 很多网友都不明白,马漂亮怎么就轮流到这种地步了。 说真的,你愿意马苏再次回到大宗的视野吗?